大家好,我是局长,人称广西谢霆锋 我是娇爷,自称巴蜀院主 女生节到了,些女们收到什么礼物没有啊 我打赌,你爸妈肯定觉得最好的礼物就是一只老公 他们可能做梦的盼着你,从过女生节变成过夫女节 女玩儿就该早点嫁人了,里头好大了,眼光不要那么高 女人再成功还是要找个男人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女生就非得找个人家嘛 如今的吹婚逼婚,来自一个古老的观念 父母之命,没硕之言 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 巩俐饰演的宋莲本来是个大学生 却被父母安排给了地主,陈老爷当四姨太 陈老爷富甲一方,宋莲也备受宠爱 父母的算盘看来是打对了 可惜嘛,宠爱宠幸很快就被其他的姨太太抢走了 而这种纯指望老公的幸福 注定随着宠幸的消失而土崩瓦解 没有退路的宋莲陷入到封建争宠的宅斗漩涡 害死了丫鬟和三姨太 最后终于疯掉了 很快,陈老爷又迎娶了新的太太 你可能会说,封建时代的老皇帝 就不要拿出来说了 但,现在有真的变好吗? 比如电影《面子》 身处美国的现代华人女性的故事 陈冲饰演的妈妈多年丧偶 每天对着女儿小薇催婚 而小薇不敢告诉她自己是个拉拉 还没完,女儿结婚没戏 年近五十的自己倒是先怀孕了 孩子的爸爸是谁,他却不敢说 于是身为教授 有头有脸的老爷把他赶出了家门 他只能搬去和小薇一起住 怀孕的妈妈 同性恋的女儿 同床共枕 各怀心事 更讽刺的是 为了给妈妈找个归宿 女儿小薇开始帮她物色相亲对象 发现没 老爷不满妈妈未婚而孕 妈妈催着女儿快点嫁人 女儿是个拉拉 却忙着帮妈妈相亲 这就是中国亲情式的悲剧 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 都有自己的秘密 却要求对方活成自己希望的样子 最终 妈妈决定听老爷的安排 与老师多金的周先生结婚 接盘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人生中第二次 奉命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眼看悲剧重演 小薇撕破了所有人的面子 原来孩子的父亲 是比妈妈年轻二十岁的小鱼 最后妈妈终于抛弃所有顾忌 与小鱼在一起 而小薇终于顺从自己的内心 当众问了女友 直到今天 还有多少父母像面子 以及大红灯笼高高挂礼的长辈一样 把女儿的希望 寄托给一个 可能让他一生无忧 也可能毁掉他们一生的金龟絮 可是老大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 谁家都不是吃不起饭了 这么急着卖女儿 真的好吗 面子 孤独终老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 是与使你感到孤独的人终老 谁规定结婚才是归宿呢 一代宗师里面的龚儿终身未嫁 他的一生却不输给任何人 龚儿是一个典型的女强人 只争一时痛快 不图一世隐忍 父亲被打败之后 他不顾任何规矩 向耶问下战术 因为比武 又与耶问倾心相惜 此后互同书信 可惜 他已经有了家事 而他也有了婚约 而龚儿的父亲 被马三所杀 按五年的规矩 有婚约的女儿 不能为父报仇 于是他毅然断了婚约 宣布一生不嫁 只身上路 手刃仇人 后来时局动荡 龚儿逃难到香港 与耶问重逢 他们一个与妻子离散 一个身负终身不嫁的誓言 龚儿直接而坚定地说 我心里有过你 喜欢人不犯法 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 只争一时的龚儿 在爱情这一件事上 隐忍了一世 最终孤独终老 婚姻值得争取 婚姻也可以放弃 重点是 这些都是自己做的决定 肯定会有人说 你会后悔的 就像龚儿所说 人生若无悔 那该多无趣啊 一代宗师 结婚也许是 爱情最好的归宿 不结婚 也可能是对爱 最执着的坚守 你要问了 所以今天是在号召大家都不要去结婚吗 别急 你看没看过恋恋笔记本吗 爱丽是个富家女 来到小镇度假时 跟高斯林演的穷小子诺亚 疯狂相爱了 诺亚答应要给她建一座白色的房子 床外会有美丽的风景 这个发生在夏天的爱 美得像梦一样 但爱丽的父母 很快打碎了这个梦 他们提醒诺亚 爱丽即将上大学 有着美好的未来 小母公 不要捣乱啦 假期结束 爱丽要回到城里 诺亚没有来送别 爱丽等了七年 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就在她准备跟高副帅未婚夫 踏入教堂时 看到了报纸上的新闻 诺亚已经亲手建好了 那座白色的房子 爱丽奔向那座房子 看到了承诺中的风景 她才知道 诺亚从没放弃过 她给她写了365封信 但都被爱丽的妈妈藏了起来 此时的爱丽陷入了两难 一边是帅气又多金 深爱着她的未婚夫 一边是失智不渝 却一贫如洗的诺亚 选谁都会有人受伤 包括父母 她很纠结 但诺亚安慰了她 几十年后 已经坏了老年痴呆的爱丽 躺在病床上 一个老男人陪在她的身边 男人每天都会给她讲 他们年轻时的故事 爱丽已经不认得她 但我们知道 这个男人是诺亚 是的 爱丽选择了诺亚 他们也会吵架 也会和好 也会为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而困扰 但他们再也没分开过 最后 爱丽终于记起面前的人是诺亚 两人躺在一张病床上 手挽着手 一起离开了世界 练练笔记本 但愿所有的婚姻 都能嫁给我们笃定的爱情 说了这么多 我们绝对不是反对结婚 也并非标榜哪种爱情更加崇高 无论是儿女要息 还是丁克一族 无论相濡以沫 还是截然一生 都有权利得到幸福 自由的选择 都该得到尊重 爬皮匠最近说了一番话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对人来说最重要的 首先是自己 你自己对自己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其次是你的伴侣 然后是你的孩子 然后是你的父母 这有错吗 当父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精彩忙活 就不会有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扭曲投射 而我们也就能顺理成章地为自己而活 不必为了迎合父母 委屈自己 而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也许才能在复杂而艰难的人生中 能强大到让自己和所爱之人幸福 我是局长 一个被熟悉的烈定精华男人 我是焦野 一个局长的男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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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